大家好,我是Alice 之前我做了一個關於眼部的手術 就是微笑矯善 我猜不到我宣布要做這個手術之後 大家就馬上炸爆了我的油箱 是超級多問題的 所以這次我就拍一條影片 把大家的問題逐一解答 因為幾年前 油油和Kiko都做了 但技術實在太新 我就決定先看好一點 始終是眼睛 之後過了幾年 我再問一下Kiko和油油 覺得做完微笑矯善之後 有什麼感覺 但他們的feedback 都是說很棒 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影響生活 都是這麼清 所以就令我很有信心 去接受這個手術 LASIK就是一個比較舊的技術 其實已經很多年了 LASIK就是把你的角膜 用Laser切開 大約切割兩cm左右 切割完之後 就把角膜掀起 打完之後 就會蓋在你的眼睛 Smile的不同之處就是 雖然也是打Laser 但Laser就像隔山打牛色一樣 其實是打你角膜中間的內層 再會切多一個小的傷口 大約兩毫米左右 醫生就有缺口 可以用一個鉗仔 把裡面多餘的角膜掀出來 Smile的技術 它的傷口就小很多 所以Smile的復原速度是快很多 而且眼睛角膜日後移位的機會 也會低很多 每個手術都不會說100%一定沒有意外 我相信大家都會明白 但微笑矯視就在香港做了70萬個案例 都沒有一個是致盲的 所以大家可以非常安心去做 而且其實它做的條件 是比我想像中嚴格很多 就是它是要檢查很多東西的 眼睛乾不乾啊 你的角膜夠不夠厚啊 有沒有其他的眼疾存在啊 還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想接受Smile微笑矯視的話 你的近視度數是不可以超過1000度的 第一件事就是 手術之前一星期是要停止戴抗 其實這件事對我來說 都挺難的 因為平時我工作出去 基本上都是戴抗 戴抗的時間比戴眼鏡還多 所以過一個星期我都挺痛苦的 還有大家記得 預先叫家人請假和你一起做手術 做完手術之後 你的視力是不會即時恢復100%的 都會有一點矇矇的 為安全起見 都是有個人幫忙 你會好一點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千萬不要化妝了 特別是化眼妝 如果不是做手術的時候 那些髒東西啊 化妝品啊 進入你的眼睛 一感染 這樣就大件事了 當日我自己也是只塗了Skin Care去的 今天連粉底啊 遮瑕膏啊 那些全部都是沒有塗的 那就確保自己一定不會受到細菌感染了 那當日的早上我再做多一次的檢查 那就是一個很全面的檢查 其實都做了五六個檢查 都會滴放大瞳孔藥水 因為醫生都想看看你眼球底部 有沒有其他的眼疾在裡面 所以其實整個過程都是非常安全和小心的 其實這個中心就非常貼心 因為在你等的時候 是會有電視看 還有是有書看的 那我就看了 黃亞馬那一本 《被貓咪包圍的日子》 這本誠意推薦 非常可愛的一本書 做完檢查了 知道你完全可以符合做微笑矯善之後 那我就下了街吃飯了 吃完飯就回上來就可以開始做手術了 在做手術的時候 我就穿回保護衣 就這樣套上去 護士就會幫我滴麻醉藥 還有其他一些消炎之類的藥水在眼裡 其實是一個非常簡單和不同的程序 其實麻醉藥在我入行之前滴了兩次 麻醉藥水滴多一次 現在我想聽 Double confirm了 所以完全不用擔心會痛這個問題 我自己也覺得當場的護士是非常專業 因為在進去之前 他問了我幾次 我是什麼名字 知不知道我今天去做什麼手術 我知道他是要再三確認 我是那個patient 以及我是清醒的 所以大家是不需要太擔心安全的問題 我們完麻醉藥之後 大約等了5分鐘 護士就帶了我進去一個房間 那個房間就白酥酥 好像是時光隧道一樣 我進了一條隧道之後 有一扇門 然後再走一條隧道 再開一扇門才到手術室 就好像未來世界一樣 哇!白酥酥 我好像有點太興奮了 我進去之後 見到至少有三四個護士 動了在守候我的來臨 之後護士就很小心 最後再滴多一次麻醉藥 在躺上手術床之前 醫生會做多最後一次的final check 做完final check之後 就確認你得了 我就爬上手術床 躺下了 儀器正正在我的頭頂 其實在那一刻 我就被布遮住 只剩下這隻眼 然後儀器就這樣 就這樣 嘰嘰嘰嘰嘰嘰嘰 然後就在你的眼睛這裡 那部儀器和你的眼睛 是非常接近的 很多人都會說 其實做的那時候看到什麼 其實一片七刻的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Arrival》這部電影 感覺就好像 可以進進了那個黑色隧道的 只是看到黑色的 還有那一點的綠光 其實醫生是非常好人 他一直跟你說 現在我們就會開始打Laser 你不用緊張 你會看到綠光 但它會慢慢消失 你不需要找它 你總之看著那一點 好像看到它這樣就可以了 他的聲音過程也是令你很安心 在打Laser的前一刻 儀器會有一把女人跟你說 Operation Begins 然後這個聲音 令你覺得好像是科王片一樣 聽到這個聲音 我也覺得不其然有點興奮 因為打了整個星期眼鏡我真的 受不了了 這個綠光慢慢消失了之後 儀器就慢慢走開 嘖嘖嘖嘖嘖嘖嘖 我就看到有一塊像磨砂玻璃的東西 在我眼前 那裡應該是被Laser切割了 之後就變成磨砂玻璃 醫生就會用一個鉗子 從2mm的傷口那裡 把那塊切割了的角膜 鉗出來 打Laser大約是20多秒 鉗那塊角膜大約是30秒左右 問題我覺得是 醫生我未享受完這個過程 我就完了 大家都問我有沒有糯味 痛不痛啊 我想說是一點也不痛 而且是完全沒有糯味 做完手術之後 其實我第一下 我覺得自己已經回復了七成的視力 我走出去 我覺得那個世界很光很白 如果你說我仔細去看那些字 其實我覺得是清清的 已經 偶爾看到我在街上走 我想我走不到 但我覺得這個世界很虛幻 做了手術第二天之後 我就已經回復了 我想有九成視力了 那些圓光已經是少了很多 但眼睛真的覺得比較乾一點 但其實視力已經回復得非常之好 我唇後第二天就即時回復了 醫生是極興奮的 因為他說 你知不知道你剛才驗眼得到多少分啊 130分啊 他說得是超誇張的 我的康復速度是非常之快啊 我的視力是回復得非常非常之好啊 那其實我自己都很驚訝 原來我的復原速度是可以這麼快 說真的其實我是不知道自己幾時過了麻醉藥 不知道自己過了 因為其實整個過程都 真的很痛過 過完麻醉之後 我的眼睛是沒有不適的 我想我真的做得很好 其實也有很多事情要注意的 第一件事就是 你做完手術的當天 是不可以洗頭的 頭髮其實很髒的 那些頭髮的髒水 就流入你的眼睛 就搞到眼睛發炎 就很危險了 即是你真的忍不住去洗 那就去廁所洗 因為你可以睡在那裡 洗水向後流 不洗的方法就是 你早上洗了 晚上就不洗頭 還有完成手術當天 其實它滴完麻醉藥之後 眼皮有點重 我都建議各位做完手術之後 馬上回家睡幾個小時 睡覺的時候 就有些水浸潤你的眼睛 就可以令你的眼睛更加容易恢復 而且整個感覺都會舒服很多 其實你都會不其然很想睡覺 做完手術之後 雖然第二天大家可以照樣上班 看螢幕、看手機、看電視、看電視 但我都建議大家做完手術 當天和第二天都不要用太多神 我在想如果不用眼的話 我只剩下鼻、口、耳朵 這幾個五官 那可以做什麼呢 那天我就聽音樂、聽電台 就放鬆一下 我覺得煮食也是其中一個很好的方法 特別是煮蛋糕 煮蛋糕用的時間比較長 那就可以啞多幾個小時 整個框逢的過程就不會那麼悶了 那各位太美的女生 就要留意一下 在做完手術之後的五天 都是不可以化眼妝的 化都未必會入到你的眼睛 最大問題就是你射的時候 很容易連射張油都入到你的眼睛 這樣就會很容易細菌感染 我在那幾天我有化底妝的 但是我卸妝的時候也是非常小心 那我首先就是用卸妝水 抹了粉底先 然後就用卸妝膏 擦光整個臉 擦完之後 用卸妝棉逐一逐一擦 最後我再把化妝棉 濕一濕水 然後就逐一擦 最後確認臉乾淨了 我就完成我的卸妝了 還有做完手術之後 醫生也會給大家一些 人工累液 以及兩支消炎藥水 大家就要記住 依照醫生的指引 每天滴下眼藥水 現在做完手術 都大約有三個星期左右 現在我就覺得 視力是非常之高清 特別是在日間的時候 我平時戴妝看不到路牌 很遠很遠的小隻字 我現在都看到 還有對於一個貪美的女生來講 眼鏡這件事 對於樣貌的扣分程度 是激度嚴重的 以後乘飛機 完全不用戴妝盒 妝水 妝 相機 好棒 其實是很關乎你自己個人的生活 還有你有沒有發育的空間 非常之建議大家 那個近視度數 沒有再加深的時候 才去做的 但是這些反彈的個案 其實是非常非常之少的 所以大家其實不需要太擔心 說真的 現在我去到這個年紀 你叫我近視再深 也很難 還有微笑矯視 有一件事好的 就是你做完之後 如果覺得倒數 都是不滿意的話 其實是可以重新再做 調整手術 即是再做多一次 但是 其實這些個案是少之有少的 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 不會有太大問題 做矯視之前 醫生會檢查很多方面 究竟你適不適合做這個手術 所以 出現後遺症的風險 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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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低的 但是如果要強行講一個後遺症 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經常都以為自己還沒脫肝 我的眼睛有點乾 我是不是還沒脫肝 不對 做完手術了 做完smile之後 大約一個月就可以戴了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戴 Colorcon的話 絕對沒問題 大謀是可以的 微笑矯視 其實它只是一個做角膜 即是眼球表面那層的手術 但是白內障的手術 就是關乎精狀體的手術 兩者是沒有衝突的 而且微笑矯視的傷口真的很小 復原之後 基本上眼球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你做其他手術 重新切割眼球 其實也是沒問題的 老花就是眼中這顆精狀體自然退化 精狀體就會失去彈性 不可以將這些景物聚焦在視網膜上面 激光矯視和微笑矯視 其實都是改變你角膜的弧度 而去做到矯視效果 兩者是沒有直接的關係的 大家不需要擔心做完smile 會不會容易有腦花 會不會引致腦花之類的問題 其實是兩件事 做手術的地方 和發生腦花的地方是兩個世界 最後也說回 我在哪一間做的呢 就是這間 叫做青色微笑激光矯視中心 我很欣賞它的一點 就是它在旺角非常方便 因為我住九龍 在等的時候也不會悶 而且一上街就有食物 所以是非常快的地方 我自己也很推薦幫我做矯視的黃醫生 他是男人來的 我真的由心地感受到 他是微笑著去幫你矯視 他是解釋得很詳盡 很溫柔 以及很和愛可親的一個人 令到我整個矯視的過程 都很舒服和很安心地完成了 最後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大家繼續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希望我這次詳細的解答 是會為你做到一個最好 最適合你的決定 記得訂閱和按個小鈴鐺 Bye 與我訪名你做個小鈴鐺 好 請但請坐 請坐 我們加快 請坐 李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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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咽